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北岛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6日第9813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不知道四叔有没有乱惹呢? 好了,终于等到今天恒生指数收市了 6月份还有五个交易日就完成了 在这一集未开始之前说,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再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没按钟仔的,还没订阅的,也很希望你订阅了它 我们看回我们今天的恒生指数 其实今天的表现,开始都叫做升的 最后都是要跌,今天全日就跌了95点 而且成交金额只有838亿而已 已经是连续跌了5天 所以剩下4个交易日就要好看下这个6月份 到底最终能不能够保持升势 如果不行的话,这个6月份也蛮痛苦的了 现在看回最下的那幅图 那颗红色星星又远离了中线位 再远多些少,不是很多 不过都是向外边移出去的 所以这个势态就一般好 如果你说今天做什么又会跌成这样呢? 唯一可以怪的就是人民币又贬值了 最新的这个消息,我capture到这张图出来 就已经跌穿了92元了 100元港元,现在就可以换到92.43元 有些人都在说可能会见到94,95元 如果这样的话,很快就会看到人民币和港币变成一对一的兑换率 当然如果我们是港币再回去大陆玩的话 那当然是开心啦,因为可以换多些人民币 但如果你手头上拿着很多人民币的话 那你现在就真的应该哭得一句句的了 其实我们还要看一下内地的 无论是深正指数还是上正指数 这一排都是比较大跌多些的 所以我觉得内地的隐忧其实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一方面,股市方面,大家投资方面更加要小心啦! 我们在上一集,就是第912集 就说着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现在的情况就比较混乱一些啦 其实俄罗斯现在看来 里面都很难再对外打仗啦! 所以美国应该会有和西方国家应该会有其他的计划 就看下怎样是尽快弄坏了俄罗斯,这样就完蛋了! 所以就有人开心啦,也有人会非常担心啦! 但是局势是这样也没办法啦! 最终希望战事快点解决的话,欧洲那方面就会好很多! 起码能源危机可以先解除啦! 起码能源危机可以先解除啦! 起码能量食危机可以解除啦! 到时到后,世界就会和平很多啦! 那些物价又不会贵很多啦! 那这也是一个想法来的! 我们香港这一边啦! 最近波叔他也表示过和金融管理局在研究如何微调放宽按揭贷款喔! 希望协助市民可以买楼自用的! 那当然不是用来炒的啦! 其实他也提到他说外园的环境是比较差的! 所以本港今年要达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3.5%至5.5% 那目标有一定性的挑战性喔! 那现在他才说这句话,我觉得迟了些啦! 其实一个普通的市民,就是牛头角纯嫂啊! 都知道的事情他现在才知道啦! 那我不知道我们香港怎样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级的金融国际中心啦! 如果每天都是那几百亿上落的股市的话! 所以他说下半年就希望主要靠本地消费 本地消费当然要消费的啦! 因为衣食住行都要的嘛! 另外就是旅游服务输出所推动啦! 旅游输出的话就是要那些人来香港,就是要那些旅客来香港啦! 但是你看到人民币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那些内地人来香港消费的! 其他国家就不知道啦! 所以你现在这样看下去的话,我们香港的服务业的输出会好吗? 我又不觉得会特别好都是哪喔! 那他也说呢,我们打算把香港打造成定位是什么呢? 全球绿色科技金融中心! 哎呀!算吧啦!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香港人其实个个都知道的东西 我发觉好像那些官员真的不是很清楚! 不过算了,他们这样说就也可以说啦! 反正他说我们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香港就是国际金融中心! 无可比拟的啦!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就是这个地产项目啦! 因为如果波叔真的在研究着 微调放宽这个按揭乘数的话呢 会不会有着数呢? 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富豪啦! 四叔啦! 那么他早几年前就很豪客啦! 那么将这个海航的两块地就接了手 接了手之后呢就现在建好楼了喔! 要卖了喔! 但是现在的景就不是那么好嘛! 所以现在就在想这两块地买回来也不便宜的! 那么如果到时卖出去的话 分分钟,如果不用亏的话那已经偷笑了! 但是如果亏的话我就觉得合情合理喔! 因为现在这个势头和当年已经不同了! 好了!我们现在希望大家看一看这一幅图! 这一幅图里面呢,你有看到有两幅地是用红色框住 那两幅地就是四叔出手买回来的啦! 那怎么出手买回来呀? 这个有个故事大家要听一听啦! 在2018年的2月份左右 恒基就动用接近160亿元 就在这个海航的手上拿到这两块地回来 这两块地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天价来的! 因为只是说平均每尺的地面价都要15162元 那你还要建筑还有利息的支出 那些东西加加埋卖 不过海航就幸好 他辞货15个月之后 最后就自己没有能力继续发展下去了! 所以就卖了他了! 赚到12%! 那12%就是大概多少? 他说四叔也算是人质易信的啦! 给了17亿给他赚! 拿了这两块地回来自己发展啦! 市场上普遍都认为恒基买入这个价钱 当时来说是合理的! 如果日后建成之后 每平方尺应该要买到30万或以上 才是好的! 但是呢 这次行不行呢? 那就很难说了! 其实因为这两块地 我们也说过了 只是地价每平方尺来计都要超过15000元 所以保守保守 最保守估计 现在卖出去每一平方尺 都要23000至25000才可以 好了! 现在这两块地已经建好了 我不知道哪块打哪块 总之现在的楼盘就叫做Henny Park 这个楼盘呢 首先现在拿出来卖 第一张价单就牵涉到148个单位 实用面积由250尺到649尺 而且售价方面是500多万至1600多万 不过不用说那么多 最重要听清楚 截实的尺价是19580至22937 如果市场说合理价钱大概要买23000才是有得赚的 其实第一批货我认为是蝕水的 其实都没什么相关的 因为这批通常都是流程没那么好 坐向没那么好 这些都快快脆脆出去了 之后那些就可以慢慢加上去 其实这个行基管理层也说了 他说我这批货是不优卖的 如果第一轮卖得好的话 第二轮的价单就一定会加价再推出来 而事实上第二轮的价单也有了 听说是增加了1.5%的楼价 又会再推出单位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整个楼盘卖完之后到底有没有钱赚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没有钱赚不要紧 最紧要可以拿回多少就拿回多少 因为这个楼盘始终加加了 那个成本也不便宜的 你想想 差不多200多亿 如果你不拿回来的话 那怎么办 恒基对这笔钱都相当重视的 希望他们顺顺利利卖出去 不要惹事就最好了 其实恒基最近的股价都比较稀 今天市场要下跌 他轻轻都叫有得升 算是幸运的 现在报最新是23.2% 其实如果看他的情况来看的话 市盈率又不是特别高 大概12倍左右 要看看今年2023年的业绩 会不会比上年好 如果好得的话 市盈率有机会再降到10倍左右 不过现在看市况 似乎我们香港的运程真的一样 不过四叔是挺好的 因为股息收益率 所以恒基来说 升到7.75% 真的不是一个低数字 还有一点 其实他每股资产净值 每股值成67元 所以他现在都是卖20多元给你 所以这间公司叫做抵的 只不过这间公司的推动力 我觉得就不是很足够了 而且他做的楼盘 都是做一些比较湿湿湿湿 很少会看到有些很大型的楼盘 由他们去做的 不过话实话 他现在这间公司的市值 还有一千一百二十三亿 中规中矩 如果在本地僵来说 都算不错了 对上一年 他的盈利方面 拿了超过94%的盈利 是拿出来派息的 如果长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大家要看清楚了 最近应该是几日前 你们应该就已经收到这个派息了 每股就派过三 希望待了这笔钱之后 看看股价会不会再跌低一点 全年最低位19元 我说不要太贪心 如果可以跌穿23元 去到22元左右 或者22元 可以下跌的话 下跌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始终这间公司 相信你不要说他是不是死估估 但是他有一定的实力在 如果我觉得他派回原有的股息给你的话 应该难度就不高的 但是只是股息你又喜欢不喜欢呢? 他全年最低位19元 如果他再跌 那你就再补多住了 这间公司理论上应该不用怕吧? 四叔持重货的 我们跟着的后面应该不用怎么滑吧? 但是你看回他近五年的业绩的情况 你看到他2022年只是赚到92亿多 那和2021年比呢 跌幅也挺重要的 以这间公司的潜力 或者质量 实力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每年要赚过8亿 就应该不是大问题 就是赚大概8-5亿左右 就应该好一点的 但是现在那个情况 就是微如理想 希望今年可以继续做好一点咯 这里有一张图想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过去那六年 其实恒基每股派的股息 都是过8亿钱 没有变得到的 只不过他的股价变 就会让回报率有些少不同 但是如果你觉得接受得到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落财了 你看到疫情方面 在2020年开始 他也是过8,过8,过8 连续给了三年了 你看到也不是特别差 有实力的公司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恒基的来源 经济来源 或者收入的来源 可以分为物业发展 就是建楼、卖楼 建楼、卖楼上年做到233亿的生意 税前的盈利就做到55亿 就是做到233亿生意 税前盈利就会有55亿 另一个就是物业收租 物业收租收到85亿元 其实在税前的盈利大概有62亿 这两盘数怎么看呢? 其实如果说到卖楼方面 税前的回报率大概是23.75% 如果税后的话就应该没有了 17-18%如果有的话都应该很棒的了 另一方面就是物业收租 物业收租方面 所以税前的盈利 如果说%来算的话 就赚到73%左右 当然啦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固定资产 只不过是要管理费、行政费等等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家公司 如果卖楼不好的话 就要靠吃老本的了 靠吃老本的话 就是靠物业租金的收入来源 拿来派息 你要记住 就是行基这家公司 每年的股息支出大概是87亿 所以如果只是靠物业收租的话 其实它税前的物业收租的利润 只有62亿 其实是不够随着87亿的 所以在物业发展方面 就是买地、建楼方面 都要补贴一下才够87亿 所以现在来说行基 都是比较困难的时刻 当然如果你想省股息 不想给那么多现金出去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以股代息 以前有的 不过最近没有的 另一方面 10送1红股 我想它要重新考虑过了 不是送不起 它可以送得起 但如果送了10送1红股的话 那下年股息又要再给10%出去的话 对它的压力就大了 因为今年来能不能够赚到大钱 都成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它保守一点 都说不要搞那么多 不搞那么多都是一件好事 不过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将股价 再推翻上去 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那些股东才会拿得开心一点 那么行基 如果你刚才有看到的资料的话 可以和另外两家公司比较 一家就是这个新鸿基 新鸿基已经跌穿了100元了 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新鸿基是值的 因为新鸿基做了都是比较大堆头 即是大额项 它的实力远远应该比行基 不过行基自然有它的生存之道 这个新鸿基 其实它现在的市涨率大概是0.46% 0.46%左右 比行基高的 另一家就是李泽巨公司 这个长实集团 它那个市涨率也有0.411% 其实这个行基就是3点多 所以换句来说 如果这三间大公司来比较的话 行基真的超低的 而且股息回报率也是三间之中最高的 所以值不值得考虑呢? 你自己想想吧 不过这间公司我真的觉得前途很一般的 都是吃老本 你觉得OK的 那就试试下答咯 另外这两天还有一些花边新闻 这个花边新闻又是来自长实集团 听说长实集团 抠到一块鸭里洲的地 这块地已经建好了一些楼 还是超级豪宅来的 这个长实不知道是否报章说 趁人病拿人命 希望趁机在这里舔一下 那怎样舔法呢? 这里有个消息告诉大家 他说长实集团想着接受 合景泰富和龙光集团 合作发展的南区的新盘 叫做海悦 那怎样做好呢? 其实是这样的 海悦这一个楼盘 其实就是这两间公司合景泰富和龙光集团 齐齐起的 当时就问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就一共借了102亿 就想着拿来建这层楼 那是三年期的 但是到三年之后 其实可能两间公司都出现了经济的问题了 所以就不能够还到钱了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楼盘 理论上已经是属于汇丰和渣打拥有的 因为这是抵押品来的 好了 现在长实说他们想着接手债权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这两间公司 合景泰富和龙光集团 他们现在有个重组计划 这个重组计划里面就是包括了这个楼盘 但是如果现在长实刹入来 拿了这些债权的话 他有机会反对重组的 如果反对重组的话 很可能这个建好了的楼盘最终就变成拍卖 好了 拍卖来想想 这个拍卖这块地一点都不便宜 听清楚了 这块地在2017年买回来的 当时只是那块地都168亿以上 而且可以建筑的面积大概是762,100尺左右 其实每平方尺当时的地价都2万多元 这两间公司各占一半的股份 隔了五年之后 这个楼盘终于建好 建了6栋楼出来 合共有295个单位 而且单位面积有些小一点的千多尺 有些巨无霸的董事屋 类似的那样 成9千多尺 所以这个楼盘相当值钱 因为有些人所说 假设说一个例子 譬如今年这么多单位之内 其实只是沽了三间单位而已 有一个买家用1.85亿元 就买了一个单位 买了一个单位 尺价是五万元一尺 如果五万元卖得完的话 那当然是适合了 但问题是295个单位 什么时候才卖得完呢? 而且加上这两间公司现在有财困 借了人家钱又还不到 那怎么办呢? 所以李泽巨可能他查过楼盘 诶,OK啊 那些楼盘的质素可能比自己还要好 而且地方又漂亮 那当然他现在不会像四叔那样 亿给他们赚钱离场 似乎可能这两间公司 最后都会虚得摊摊腰都不出奇 现在就是看看汇丰和渣打 会不会把债权让给长实 不过长实要搞这一件事 都是比较麻烦一点的了 始终现在人家进入了一个 那个重组的计划当中 那你如果牵扯进去的话 很可能很麻烦 不过你也知道 李泽巨懂得计算的嘛 他如果计算那条数 觉得没问题的话 麻烦点就麻烦点咯 如果在这一宗生意里面 可以赚到一百几十亿的话 喂,他觉得惊祸 反正楼又建好了 现在只是等卖而已 这两间公司没有实力卖不到的 不代表长实没有机会卖得出去 他手材是大把钱 而且这一块地 分分钟他真的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回来 所以这两间以前合作 说要建这个楼盘的公司 现在真的哭得一句句 我们先看看这两间公司的背景 合景贷 整间公司市值三十一亿 我真是很佩服这些公司 三十一亿的市值 竟然敢去买一个百多亿 连投资要二百多亿的地皮 他都敢去买 另一间可能会好些 这个叫做龙江集团 他整间公司市值 现在来计算的话 大概是四十五亿至四十六亿左右 所以两间公司惨了一碟 非常之小的市值 他们都很大胆 在香港百多亿 168亿的楼盘 他都敢去投资 最后现在就糟了 糟了没办法的 有这个李泽他做大鳄 他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咬得下的话 他就会吞下肚了 到时这个楼盘可能就会正式成为详实的楼盘 然后他就可以卖出去 其实用不容易赚钱呢? 我都觉得不容易的 因为你想想 他连起楼、那些卡拉那些 三万多元一尺 都分分钟围堵皮 未必可以赚到钱 我不知道李泽他怎么去计算这条数 不过他计算得碰这条数 他在市场上才会敢存 希望他如果做得到的 那就做下去了 对我也有着数 因为我拥有他1113的股票 他做得好我赚到钱 大家都开心 好了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条片 感激感激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又是广告时间了 最近也写了另一篇新的文章 上次就介绍了AT&T美国电讯 今次就介绍另一家美国电讯 比AT&T还要大的 这家就叫做Virazon 这家公司的盈利相当不错 比AT&T的回报率更加可观 你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有中电讯 我们香港有香港电讯 他们的回报率都相当可观 这家公司又可不可观呢? 我希望大家花点时间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看看下不下答 买下这些美国电讯的公司 如果你看完之后 看到前后左右附近有些广告的话 麻烦大家希望大家帮帮忙按一下 我就会有微博的收入了 在这里多谢各位的帮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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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